美国上周新增11万7518例儿童新冠确诊病例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数据 截至2月4号 美国大约293万儿童的COVID-19检测呈阳性 在两周的时间内 COVID-19儿童案例的数量增加了10% 在美国儿童占所有病例的12.9% 美国儿童出现严重的COVID-19症状 或死于感染的可能性仍然低于成年人 防病毒突变上色 佛奇尽快为最多人接种疫苗 美国政府首席防疫顾问佛奇今天说 防范COVID-19变种病毒出现的上上侧 使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为最多人接种疫苗 在疫苗供应受限的情况下 考虑研究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单济注射的效力固然合理 但这样的研究恐怕会使最后的结论无关紧要 川普神眼19天近况曝光 惊觉被推特封锁有好处 美国前总统川普20号现日以来 至今神隐19天 幕僚透露川普现在比以往还要快乐 并且真正放松 同时川普也不在意被推特等社群媒体封锁 他首次发现被封锁的好处就是 不用再受到仇视言论攻击 针对南非变种病毒牛津大学新疫苗秋季上市 牛津大学疫苗学教授表示 目前使用中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对南非的变异病毒只能提供有限保护 目前牛津的新版本正在研制中 希望新疫苗对变异病毒产生抗体 研发中的新疫苗预计在秋季上市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